记不记得上期我说过 现在开始的《塔尘暖男星座云世》 有一些投资会用一些 在我生活里面看到的 一些比较特别的事物 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大家一起分享 开心笑一下 这个投资和 上个再上个 就是相遇了那个视频的 是有关系的 都是同一间糖水泡 之前的标准 我找到一些很搞笑的亮点 现在在同一份标准的另一页 又找到一些很搞笑的亮点 大家看不看得到呢 如果找得到的话 不妨去CM 你可以CM说来见到 但是你做好PM我 因为不要被其他人见到 公开了答案就很数行 好了 伴随着这个天平座的满月 就在农历的三月中 一直到农历的三月底 各位上星或者是太阳的金牛座的朋友 你们的自身正体运势会怎样呢 我想说呢 就真的很有趣 你们的那个 运势 就跟双鱼座刚刚是相反的 在座有没有人是可能一个上星 上星或者是太阳 分别会是双鱼金牛或者是金牛双鱼 如果真的这样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样帮到你们了 因为真的 看回那些星象 刚刚是有一些 就是一些卫士倒转的意象 是的 OK 但是言归正转 所以我就觉得很巧 因为 刚好你们两个的 cover 都是有关联的 但是你们自己那个星座 运势的内容 就刚刚好是调转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 OK 那金牛座你们自己是 怎样的呢 是的 就 一向其实金牛座 都不会是一个非常之 勤奋的星座来的 说真的 是的 那就是如果要十二星座 算是哪个懒不懒的呢 那我相信金牛座 也都入三甲 五甲这样的 那当然 那些人通常说 最懒的一定是双鱼座 是不是 是的 那然后金牛座 也是比较 慢活 是的 比较做事 好摸 好面摸 是的 OK 那尤其是我当旅行 是的 如果 就是你们 金牛座 你们问一下自己旅行 是不是这样的取题 是的 或者 如果有一些人在 在这儿 八卦着金牛座 的星魂 是的 那你 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 就是你会不会有同感呢 你会不会感觉到 金牛座 真的是这样的呢 我当去旅行 是的 去旅行呢 金牛座 通常 有时会喜欢自己去 是的 因为有自己那个 很慢条斯理的 步伐 是的 那 除非他们去 Shopping 除非他们去 Shopping 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的步伐会比较快一点 是的 但是如果不是 一般时候呢 他们是很慢活的 是真是那些深度游 做事是很猜磨的 是的 OK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体验 是的 总之金牛座他们做事是很有自己的节奏的 是 还有这个节奏通常都是慢的节奏 不是快的节奏 是的 所以一般给人的感觉都是会 懒弱弱的 是的 OK 但是呢 很神奇呢 就神奇在什么呢 就神奇在呢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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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星期左右 因为 畢竟是 3月中到 3月尾 对吧 对吧 是 15天 是的 OK 但是 你们走一反常态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 真是 大家 真的 忍得太久 太辛苦 是的 反而你们会有一种动起来的 一个念头 是的 你们很想动 你们不再想在那裏围住 是的 你们 懒惯 但是这种懒 现在这排的被迫地去懒 是去到太极端 所以呢 各位金牛座朋友 小心有抑鬱症 真的嚴重到可以是醫療的抑鬱症 因為真的 這種懶不是你們想要的懶 這樣被迫之下你們真的會屈到情緒病 所以其實跟雙魚已經是有少少的調轉 這個調轉其實是在星象能量見到的 因為你們剛剛有一些星的推位剛剛是反轉了 所以再說一次 如果你們上星太陽有雙魚也有金牛的話 真的不知道聽誰好了 好了 其實是有辦法知道的 要看星座比重 無論如何 還有 跟雙魚座的吉日有少少相反 因為在雙魚座那裡 我曾經說過他們會有一些吉日 金牛座你們也有一些吉日 然後你們跟雙魚座的吉日是完全180度調轉 好 無論如何 我都不要再提到雙魚座 免得大家很頭痕 但是無論如何 金牛座的朋友們 無論是上星或太陽 其實你們呢 接下來有一些吉日會令到你們自己開心一點 還有 做什麼事都是順暢一點 還有 拿這些吉日去做很多事都會無往而不利 究竟是一些什麼吉日呢 透過兩個步驟就可以知道 第一是去Like這個影片 還有如果Facebook的朋友們 就要特別一點 因為我不喜歡見到那個 不是說不喜歡的 但是我沒有太喜歡見到那個 藍色的手指甲 所以麻煩你們要去按那個 深深的粉紅色 加上 因為粉紅色 紅色這些東西是忘了我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留意 其實我有時候做很多的Live 我都會穿一個紅色的衣服 這個是我自己一個 催運的小撇步 總之要Like 還有Facebook就要給心心 第一步 然後第二步就是去留言 直接去問我 究竟我的吉日是什麼時候呢 那就直接一點 不要隨便下一個Hi 或者做一個Emoji 就算了 所以 收到這兩個步驟之後 我就會第三步PM 究竟你們的吉日是什麼時候呢 即是有什麼情況之下 這些日子你們應該去 爭取機會做很多的事情 是的